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Anne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之前偷偷去做的一个医美项目 之前我在Value里面其实已经有剧透过了 我是去伦敦的一家叫AI Beauty的一个诊所里面去做了一个风潮皮秒的项目 然后我现在做完这个项目已经大概有一个月了吧 然后我就是想跟大家反馈一下我做这个项目的全程的感受 那首先呢我是一个大友皮 我对于护肤或是医美最大的诉求呢 就是我这里就是脸颊部位的毛孔会比较粗 然后我在下巴就是这一部分呢有很多小小的痘印 这一家诊所呢它是位于牛津街的正中心 所以也是非常容易去找的 然后当时去的时候他们好像一楼正在装修 所以就感觉有稍微一点点挤吧 因为客人也比较多 然后它是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次面诊呢是要经过一系列的测试去确定你的皮肤 是不是很适合这样的一个疗程 以及在我脸颊这一边做了一个局部的一个测试 然后第二次去打的时候呢 那个医生就问我要不要打麻醉 就是敷一层那个麻醉要让那个打的时候没有这么疼 但是他当时是跟我说不打麻醉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 那我本着就是为了美什么都可以的这么一个原则 我就说不用给我打麻要直接上吧 结果就是疼到我就是戴着那一个眼镜啊 在摘眼睛的那一瞬间 我的眼泪是直接从那个眼镜里面流了下来 真是超级痛 风潮皮秒跟正常皮秒 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恢复时间比较短 它没有那一个传统皮秒结加剥落的那一个过程 所以我当时打完之后其实脸是发红了大概四天吧 但是这四天之内就是 你一般出门别人也不会看得出来有什么异常 只是你自己知道皮肤比比往的时候更加的干燥更红了一点点 然后当时呢我是每天都有敷他们诊所当时买了的这一个医美面膜 这个面膜真的是超好用 就是它完全就是非常的贴合你的肌肤 然后它就有一个镇静 然后舒缓的这么一个效果 当时是一直有配合使用La Mer的这一个浓缩精华 就是帮助修复你的肌肤嘛 然后重点来了效果如何呢 我做完这个皮秒就是刚做完一个礼拜之后 我迟迟没有拍这个视频 因为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太烂了 就是我这么这么疼 它却硬定效果都没有 然后当时是做完一个礼拜我非常生气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有点被骗了 但是过了大概两到三个礼拜吧 就我真的有一天突然发现我的皮肤怎么这么好啊 就是这里好像有一点点夸张 但是当时我是不是跟我朋友去bath玩了吗 然后当时我们那一个就是sleep cycle 就是每天可能凌晨三点才入睡 然后就是也没有说吃很好的蔬菜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这个风潮皮秒 那一个礼拜到现在我的皮肤都是爆好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现在有上妆 整个皮肤是超级无瑕的这么一个状态 就像我这里的那个痘印 有淡化起码40%左右 就是本来很明显的这里有两三颗的痘印 都被淡化了 就是以前是上一层粉底盖不住的 现在上一层粉底基本上就盖住了 所以我也会考虑就是如果之后它有反弹啊 或者是这个状态不在了 是不是可以每年去打个就是两三次那样子 因为它是需要长期维护的这么一项医美项目 那另外呢就是医美项目这种真的很因人而异 可能有的人做了它效果非常好 然后也有人可能做了它效果一点都没有 反而更差了 所以这一点我还是觉得大家要做很大量的就是research 然后要选择对自己皮肤跟自己本身的一个肌肤状态 最好的一个项目来去做 不要盲目的去听信像我这种博主讲的话 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讲呢 风潮皮秒这一个项目在我这里是打了一个OK的 就是是可进行的这么一个项目 那对于之后呢 我可能也会想尝试一下像光子护肤啊 然后可能再过几年也会想尝试一下热马级这样子的医美项目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们下一次再见 Bye